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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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好 上一次我们在讲了凡事讯的时候 曾经提到 我们要如何来改变我们的命运 那么 这个是佛教传入以后 我们的一种看法 那我们想想看 如果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 更古老的时候 人们是怎么来看待命运这件事情的呢 我们发现 伟大的史学家史玛迁 在他的史记博弈列传里面 也有谈到类似的问题 而且呢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 接下来我就先来讲一讲 柏弈列传的这个故事 柏弈跟淑琪 是兄弟两个人 他们都是古时候 一个孤祝国的王子 那么按照当时的制度来说的话 作为大哥的柏弈啊 在父亲过世以后 他是可以来继承王位的 可是呢 他的父亲在生前的时候 比较疼爱这个弟弟 也就是淑琪 因为他是老三是小儿子 等到老国王过世的时候呢 大家就希望来 让这个柏弈来担任国王 那柏弈就说了 他说父亲生前很喜欢我的弟弟啊 很喜欢淑琪啊 应该让他来担任 这样才是继承了父亲的遗志 那他就离开了国家 可是呢 这个淑琪认为啊 不应该因为自己的关系啊 破坏了当时的制度 所以呢 他也离开了自己的国家 那结果老百姓没有办法 就只好让他的 这个中间的儿子 就是第二个儿子啊 来做国君 那么这个兄弟两个人 离开了以后呢 听说周文王很善于养老 也就是说对老年人啊 很尊敬 照顾得很好 于是呢 他们就跑到周朝去 希望能够隐居在那边 没想到刚刚好 来到兵境的时候啊 遇到的周武王 带领军队啊 要去讨伐这个商朝 因为他们是商朝的子民啊 所以他们当然不希望 看到了这样的事情 于是呢 两个人就拦在这个军队的前面 阻止军队出发 这个士兵看到两个人啊 来阻挡 就想要把他们杀掉 免得他们来碍事 这时候呢 张太公就是江子牙 就说了 他说哎呀这两个人啊 是好人啊 不要伤害他们 让他们离开吧 于是呢 就把他们放走了 过了几年呢 这个周朝灭了商朝 天下统一 可是呢 这两个老兄弟啊 就不愿意接受啊 周朝的统治 他们认为啊 这个是以下犯上 他们认为啊 这个是不合理的 他们宁愿呢 继续隐居在山里面啊 甚至连周朝的食物啊 他们都不想吃 最后 当然就 饿死在山里面 司马迁就 从这个故事里面啊 他就提出了一个疑问 他说我们不是都说 善也有善报 恶人有恶报吗 那像柏仪俗齐 这样的人 到底是好人 还是坏人呢 应该是好人吧 他们放着这个 国家的这个王位 都不肯做 宁愿抛弃了 宁愿去隐居了 这在一般的人 是很难做到的呀 那可是为什么 他们的下场 却是这么可怜呢 司马迁也举了很多例子 那反过来讲 比如像有些人 作恶多端 这个 伤害了很多人 像古兽这个大道 道职 杀人无数 还有呢 在庙堂上 在国家里面 有很多人争权夺利 窃取了官位 窃取了名位 可是呢 到最后 他们都能够 寿终正习 甚至享受荣华富贵 这就让司马迁觉得很疑惑 那究竟该怎么来看待 所谓的天道 所谓的命运呢 那么作为一个史学家 司马迁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像历史上这些 所谓的善人 所谓的好人 乃至于所谓的君子 当然 他们也许在生前的时候 没有办法得到 他们应有的待遇 没有办法得到他们应有的一些 所谓的善报 可是呢 作为一个史学家 他的责任是什么 他的责任是应该在历史上 为这些人留下记录 为这些人留下传记 能够让后代的人 仍然知道他们 仍然能够看到他们的故事 从这个里面呢 来学习 坚持自己的原则 坚持做一个好人 做一个善人 其实司马迁的问题啊 还可以换一个问题来问 换一个方式来问 就是说 如果我们做好事 做好人 没有善报 那做坏事 做坏人呢 也不见得会有恶报 那这样的话 我们到底还要不要继续做好人呢 这个问题啊 我们可以来 从三个方向来分析 第一个呢 可以是从心理的层面来看 我们选择做好人呢 其实不是为了好报 我们为的只是自己的心安理得 比如说一个人如果做好人 遵守法律 那么他就不用担心啊 或有警察来抓他 不用担心啊 要东躲西藏 他就可以活得很光明 活得很自在 反过来讲呢 做坏事的人呢 他就要担心 会被警察抓 会被抓去关 整天提心吊胆 所以一个人的心安理得呢 也是一种善报 那么再从社会的层面来看 社会上这么多人 如果人人都能够行善 人人都能够做好人 做好事的话 那么这一定会是一个和谐的 一个安定的一个社会 因为人与人之间呢 就会互相帮助 就会互相的扶持 共同建设一个人间的净土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平安 过得快乐 那最后 我们再从宗教的角度来看 其实啊 凡事都是有因果的 众善因 必然得善果 只是呢这个善果 可能是用各种的形式出现的 那反过来呢 讲呢 做坏事 一定也会得恶果 那么俗话说的好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时候一到 自己知道 所以到底是好报 还是恶报 当事人啊 自己就会非常的清楚 所以呢 说到底 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 当我们啊 看清楚了 命运的真相 看清楚了命运 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时候 我们就要抉择 我们就要选择 做好人 做好事 一旦选择了 一旦抉择了呢 不管有没有善报 我们只要坚持下去 只要努力下去 终有一天 我们会得到 应有的一种结果 应有的一种待遇 所以呢 这就是史记的 柏伊雷传 告诉我们 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 命运呢 是由我们自己的抉择 来完成的 谢谢大家